天亮的黑夜还有得救吗 等它推完皮就知道这个方法有没有用了 这简直邪门了 一晚上天亮了 就剩尾巴上那一点黑色了 花了一万多养了一窝神功爆出来 听说低两度可以让它黑过来 今天正好一周揭晓答案 正好赶上推皮了 好像真的黑回来了 不能高兴得太早 没准后背和尾巴上的花纹更明显了 这也太黑了 眼睛都看不见了呀 快看后背的那几个花纹 好像真的变黑了 还有这胳膊黑的都反光了 身价现在至少暴涨500 应该能达到2500了 不是因为钱就是不甘心 你也不想变成神功爆吧 一肚子手套巴子 给孩子吃顶着了 你先歇会儿 我看看谁还做冒事呢 你们总问我手工好样吗 三秒就学会 先铺纸巾 饭盆 水盆 就搞定了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纸 手工需要喷水保湿 质量差的话容易踩烂 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双弹好礼记 低价入的漫花纸巾 平时就挂在这抽取贼方便 一提足足1280张 还贴心的送挂钩 而且你们看啊 现在左华还可以召唤 抖音商城的好运礼盒 点礼盒进入商城 还能有机会一分钱 抢到立白大礼包 白草味新年礼盒 日历礼盒等超多的好玩 心动好礼 而且抖音商城 放出千万红包和有回卷 价格好到想要立马囤住 明年一年的纸巾 超值了 最终的答案终于要揭晓了 不会最后那一妞妞 给我整个黄色出来吧 咱对比一下 下面是褪皮之前的 都成啥样的 我是真没想到 低量度真能救回来 就按这个方法 下次褪皮一点纹路都没有了 准备变个身吧 看咱的乌鸦仔又回来了 啊 啊